美国东岸观众有福了 美国铁路宣布 这块9月份推出 纽约市到华盛顿特区的 直通车服务 而且从节日起 开放民众来上网订票 美国铁路表示 9月23日起将由Ocella直达车 每周一到周五 每天一般南行一般北行 往返华盛顿联合车站 与纽约市宾州车站两地 且预估一趟车程 大约花费2小时35分 时间只有搭飞机的一半 且由于中途不会停站 因此速度比特快火车 还可以再省下15分钟车程 至于旅客关心的票价部分 初步规划将介于 130美元到276美元之间 不同时间段的列车 与座位等级都会调整票价 至于车厢等级则分成餐车 一般车厢与头等车厢 除此之外 9月23日首次开通后 还会根据旅客人数 与列车服务状况 考虑是否扩大服务范围 或增加班次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 请上美国铁路官网 董事新闻团队在纽约的采访报道